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买的熊油 到你们就在这儿了 就转去尝啊 辣椒酱我记得也是去年 果不其然 还有这个 这个瓶 也是你过年的时候 准包春节用的 你水果切得这么好啊 你这都可以出摊了 去买果盘 我这些工具啊 全部都是在你们 医修商城上面买的 那些主播说 这每个刀有每个刀的用法 可以切各种水果 我给你切一个西瓜 你看啊 小心点啊你 怎么样 这么厉害啊 行了 你别在这儿打扰我了 你去那个 拿个饮料去客厅坐着去 人家主人都是照顾客人 你这是什么客人啊 别人客人呢 到主人家做客的时候 会夸他 会说 你好贤惠啊 你家里好干净啊 你呢 你说我适合去摆餐败果盘 反正不都是夸吗 够了啊 酸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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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 我给 够了 侯儿 读别了 这个不就是你之前一直想买的那个熊吗 对 周末帮我买的 谁 周末学长啊 怎么啦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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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买的熊游 到你们就在这儿了 就转去掌握啊 你们那个试试会怎么样 冯黄然跟陈回去了 你别动我熊啊 我 我没动我没动 说吧 周末把你送过来 按得什么心 肯定不是什么好心 真是可惜呀 不可惜 下次我们一块儿去 孙游 不管按得什么心思 你今天晚上都不可能做的事 我都没有单独住过他家 你一个熊平着玩 你说话呀 我对你不会说话 但是周末会说的 周末可会说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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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别动 熊 没动 你爸爸啥呢 你赶紧过来 不得不说 每次在你家 都特别地放松 之前 我住在我爸妈那边的时候 你这么说 我之后搬去蓝城那边的时候 你好像也这么说过 我现在在这儿 你还这么说 那到底是我家 让你觉得放松 还是说我这儿如山的父爱 让你感觉到放松 说真的 跟你接风那天晚上 虽然只睡了五个小时 那你就是在这儿 睡得在这儿地板上 睡得非常地舒服 什么声音 不知道啊 不对 我天呐 我让你不要动我的熊 你手怎么这么欠呢啊 我跟你说了 这个东西又贵又难卖 每次一到货就卖霉了 我跟你说 你必须给我把它修好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为什么我感觉 你看起来非常地高兴吗 没有啊 我 我很悲伤啊 悲伤吗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说 乐极生 赔 悲喜 赔 就反正 内心感觉非常悲伤的时候 但是 表现出来是 开心的情绪 我实在是非常地心疼 可怜的小熊 这样 那 唐阳 你先忙 我带着这只可怜的小熊 先去 抢救一下 你小心点啊 别怒摔了 你放心吧 我保证他跟新的一样 亲爱的蒋总 问候您周末愉快 顺便问一下 我的小熊修好了吗 亲爱的唐处 问候愉快 以及你的小熊修不好了 恩断义绝 再见